我先问一下这个丽将军关于俄乌的动态 哈尔克夫嘛 哈尔克夫已经讲了好久 在这边一直纠结了很久 那看起来就是要失守边缘了 那乌克兰最后挤出一个所谓的王牌军 第92突击旅前往应战 然后重中之重 拜登点头了 这个拜登要 手下团队要确保乌克兰在哈尔克夫 能够使用美国的武器 反抗俄军 然后丹麦也说了 乌克兰可以利用F16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什么意思 美国 法国 英国 荷兰 波兰 瑞典等等等 12个国家都同意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 虽然是有限度军事目标等等 但这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红线 一个俄罗斯的红线 所以会如何呢 好 另外一个这个印度的跟俄罗斯有点关系 我让李将军一起讲 印度一直跟俄罗斯买石油嘛 以前他坚持用他自己的货币 这个来买 但为了他的货币不好用 谁要用这个印度的这个卢比呢 都不想用啊 结果呢 现在呢 那俄罗斯又提议说 那我们用人民币来结算好不好 印度又不肯 印度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 拗拗拗拗拗 拗到了现在 印度终于低头了 愿意用俄罗斯的卢布来结算 我还是不要用人民币 那你又不要用我的卢比 好吧 那就用你的卢布来结算 拗了很久 当然他为什么低头 有很多的背景 来 这个李将军 我特别要提醒一下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欧亚集团发布了一个世界 今年2024年世界十大危机 他第一名讲的是美国内战 那大家看看前面 回到刚刚前面那个 如果说是这个拜登跟川普两个 川普这次被判刑以后 他会不会更加疯狂 然后用更激进的话 或更激进来激动他的这种选民 支持者 那会不会真的发生美国内战 我们真的是很担忧了 因为如果说是川普自己被判刑来讲的话 那你看他现在已经说要轰炸北京 跟莫斯科连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像是若选包卫国会啊 对 那你想想看这个 那拜登会用什么方式来接招 对不对 他会不会说是来挑动中国 为了他自己选举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如果说川普真的被判刑 他为了选举不择手段 我觉得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毕竟他是世界当这个很重要一个大国 另外来讲 俄乌来讲的话 欧亚集团讲的世界第二大危机 就是俄乌战争 大家看看现在 我觉得说是俄国外长拉夫罗夫 会讲这句话 有他很严重的一个道理来 因为如果说是这场战争 现在不处理好的话 很可能就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是说这个核武战争 很可能就因此而爆发 我怎么讲呢 我跟各位讲 第一个哈尔科夫 我们现在看92突击旅 这个已经派到哈尔科夫去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是这个乌克兰 已经把他最精锐部队投进去 也就是他最后老本都压进去了 那我讲的就是 已经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决战 后续来讲他就没有部队了 后续没有部队的话 紧接的是什么状况 如果92突击旅被击灭的话 被窃灭的话 紧接他就没有部队可以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美国跟欧洲集团来讲 在美国来讲的话 拜登选举结束之前 他绝对不会允许乌克兰战败 他一定 乌克兰你一定要撑到我选举完 不然的话我就 这个选举我等于就不要选了 那北欧集团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乌克兰战败来讲的话 这个北欧来讲的话 在欧洲来讲的话 这个北欧集团就已经是会解散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也看出来说是乌克兰一定要战败了 可能这是如果说最后这把 没有打赢来讲就结束 所以说这包括英国美国 这些欧洲国家就开始同意 解除这条红线 一路开绿灯 同意让他们用武器去攻打 这个俄罗斯的本土 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 乌克兰即将战败 所以才开放这个绿灯 让他武器可以去打 俄罗斯的本土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 来减缓攻势 减缓攻势 但这个你觉得俄罗斯会怎么回应 这很严重 为什么因为你要结合前两天的新闻 他们为什么去炸 俄罗斯的战略的雷达战 就是叫沃罗逆日雷达战 它那个雷达战是征收 核子武器的雷达战 那为什么被炸掉 这后来现在他们查出来 是谁去炸的 是乌克兰去炸的 但是是哪个威亚武器 是葡萄牙的武器 葡萄牙的无人机去炸的 那普京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就质问说他问美国说你知道我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要对我发射核子武器 现在来讲已经双方来讲打到这时候最后阶段来讲的话 等于最后的力气都会用上 大家不要认为说是俄罗斯来讲 他一路来讲好像现在都好像胜算 其实俄罗斯元气也大伤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欧洲对他发起攻击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像是一只老虎 虽然说战了十几只野狼来讲 他自己虽然说战胜了但是他也受伤 但以前的战场都局限在乌克兰嘛 现在战场可以扩大到这个俄罗斯的本土 对那就是说我就北约来讲的话 如果说乌克兰战败他自己即将面对战争 但是就俄罗斯来讲的话 如果这场我没有打赢来讲的话 我即将会被你北约攻击到我俄罗斯的本土 所以双方来讲已经没有退路了 已经没有灰色地带 已经没有缓中区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拉夫罗夫出来讲的话有他道理在 双方来讲都知道说我们没有退路了 北约也没有退路 俄罗斯也没有退路 你现在来讲乌克兰已经即将战败 在这种状况之下双方真的要赶快坐下来谈 不然很可能如欧亚集团的俄乌战争即将是世界上面 今年来讲最大一场灾难 我们即将看得到 所以说拉夫罗夫说是由你北京来谈 因为他现在发现说你瑞士举办那个不公平嘛 就是都是你北约的国家我去天下谈谈谈 你是不是叫我说是硬逼的我去签字 硬逼的我去低头 也没有摇他吧 对没有摇他 所以他也他也他知道这场和谈是谈不成 那俄罗斯我们平常讲他现在希望不希望和谈 他希望和谈 因为他元气也伤了很多 打了两年的战争 他元气有没有伤他也伤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印度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要努比 因为当初来讲双方在争执嘛 俄罗斯来讲我这天然气石油没地方卖 那我就知道印度要买我就卖给他 可是双方来讲我为了不得不低头 你就用卢比给我 那我叫他用卢比去买你印度的东西 结果印度的东西俄罗斯不要 印度要的 俄罗斯要的东西是中国的东西 中国生产的汽车啦电动车啦 或者是说有些零物件是中国要的 那印度的那些东西他不要吃咖喱嘛 所以他有 他你卖给我 我收你那么多卢比 我不要去买你的咖喱 所以他不要卢比 他要卢布 那双方来讲就坚持在那个地方 但是现在来讲我们看出来莫迪会让 就说好那我用你俄罗斯的卢布来买 这个时候让步有些大背景啦 对 第一个就是说印度来讲的话 他还是希望能够买到便宜的天然气啦 他知道你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个还是比较便宜 这石油还是很大的 就是对我来讲的话 我买到你的石油以后 我在这边提炼以后再卖给你欧洲 对 转手价都花来 然后我就可以赚一笔钱 第二个来讲他也不太愿意在这个时候 得罪俄罗斯 我们知道莫迪其实是很奸诈很狡猾的 他会随时转弯 那他第三个我觉得他 说到卢布来讲的话 其实他跟俄罗斯还是有些东西可以交易 我付给你卢布 对不对 然后经过人民币或干什么 我还是有机会去跟俄罗斯 或跟中国买到印度自己本身需要 那他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得罪俄罗斯 那他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你美国你要注意到 我其实跟俄罗斯还是有交情的 你必须你要不要注意到我这个国家 这个我不是跟俄罗斯来讲 完全没有协调的空间 我还是有协调空间 希望你美国来讲 你要注意到这些事情 你要重视我印度的存在 你要给我多些援助帮助 其实我特别要讲 莫迪来讲快要选举了 那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其实莫迪是非常的厉害 一个老奸巨罚的一个角色 他该让的时候才会让 该争的时候才会争 但是我特别要讲 我希望这次如果说 北京可以安排一次 和平会议来讲的话 就人类世界和平 真的不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更不要发生核子战争 为什么俄罗斯 白俄特别讲这些话 他们已经开始在战术导弹 就是说双方来讲 彼此不信任状况之下 这些合眼席嘛 白俄也加入啦 对 如果双方不信任的状况之下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 尤其是我的这个 战略型雷达战被你打掉之后 我对你完全没有信任感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时候会知道说 你会不会对我先下手为强 那美国也会担心 你俄罗斯会不会先下手为强 所以就很可能发生核子战争 这我们不要认为说是 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很可能在我们面前 如果说这次不好好谈 不好好解决 然后双方要谈好 怎么样来处理 来这次 那刚刚讲到这个香格里拉会谈 其实这是泽伦斯基也去 对对对 他突然之间还说他要去 他去了 其实来讲的话 对美国对中国 其实对俄罗斯 对这个普京来讲的话 在这个方面来讲 俄乌战争也可以利用 泽伦斯基亲自来讲 那我们大家讲 我们做一个安排 试一下 就是说我答应你美国 在选举之后 之前大家都有个默契 这个时候不要有太大的动作 那你美国你也不要攻击 欧美国家来讲 你不要攻击我俄罗斯的本土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时候 哈尔科夫那边 我们就打到这边 就默契上的一种停止战线 我觉得会不会是 泽伦斯基去想要表达这些意思 对因为对欧洲也好 对乌克兰也好 都兵贫马困 然后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也是一样 都已经逼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所以这一场 北京版的俄乌和会 应该是指日可待 如果是的 哇哇不得了 又是一个跟沙伊和解之后 另外一场这个全球的盛事